歡迎收看 鮮貨爆爆 我是把你們心Unlock的蘇芬 今天我帶大家來看的是失敗博物館 俗話說 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沒有失敗一天 怎麼會有成功的開始嗎 對不對 裡面究竟有多少 荒謬荒謬到不行的設計呢 就讓小編我帶大家一探究竟 GOGOGO 現在的鼠標大家看的是想法跟不上科技區 那我們先來介紹這一個 GOGO眼鏡 你是我的顏 可是它究竟為什麼是失敗的呢 據說是因為它這樣子實在太難拍照了 在眼睛下面咔嚓根本很難用啊 而且據說改良的話成本又太高 根本沒有人想要碰它 而且這個居然要價五萬塊 小編連泡麵都吃不起人 怎麼會買這個東西啊 薯編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這裡 食品失敗區 那第一項商品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是高露節出的千層麵 究竟高露節怎麼會出千層麵呢 失敗的原因 應該是因為吃起來可能人們會覺得有 有牙膏的感覺 有牙膏的感覺 接下來呢是這個 品客居然出過林卡露裡的洋芋片耶 不過這個東西應該會很有名才對啊 原來是因為啊 它把脂肪用其他的東西代替了 所以吃了之後居然會拉肚子耶 這個應該算是另類的減肥商品吧 屬麵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匪夷所思區 那最著名的就是這個 你知道嗎 最早的美容儀器 居然長得像德州電鋸沙潤膜耶 這也太可怕了吧 據說呢 它是在當時是非常創新的做法喔 它利用電鋸裡面的電流 像卡片一樣 在你的皮膚那邊跳舞 讓你的皮膚呢Q彈啊 又可吹 一吹就破了 可是這個造型 我看只有萬聖節才可以用啦 屬麵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粉儀所思第二項商品 阿羅哈呼拉伊 據說呢它還榮獲了時代雜誌2010年 最失敗的商品裡面之一耶 而且呢它主打的是 邊健身邊上班 就像這樣 阿羅阿 接下來屬麵要介紹的是 科技區 它是微軟小幫手 BUB 不是BUG 是BUG 雖然呢它失敗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常常使用在新電腦用戶上面 可是 它裡面的東西現在太難用了啦 難怪會被淘汰 而且 呃 狗狗 如果BUB變成狗狗 我可能會比較喜歡 各位粉們注意啦 接下來屬麵要介紹的就是 Apple的黑地石 首先是這一台 碟式鍵盤 聽說一碰就碎掉了耶 好接著接著是這一個 圓形的滑鼠呢 據說是因為啊 太難用 所以就被淘汰了 有這些失敗的作品呢 才有你手上這一支 完美完美到不行的 Apple產品啊 像小編手上這一支 成功的商品 欸 喂 妳好 是是是 嘿 是是是 這一款呢 是噴霧式的保險套 但是它有一個尷尬的部分 就是它要噴完之後 等一段時間 可能性質都沒有了 Oh yes Oh 在這個展覽中 看過最特別或最好笑的是哪一個產品 應該是那個 排尿膏 顧球肝 就是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它還有一塊布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那東西已經拿出來 人家就知道 你就是在上廁所 太乾燥了 對 對 對 為什麼不直接去廁所就好 太荒謬了 多此理解 對對 這個產品 人家花一億元 就是請你做這個產品 可是死都不會用的產品是什麼呢 應該是那個貓跟狗要喝的水 會覺得很廢 很廢 它今天就很廢了 你敢喝嗎 人家花一億元的話 請你喝一口 敢喝嗎 一億元的話可以考慮 這樣就OK 果然有錢好辦事 你敢喝嗎 剛剛薯編帶大家看 這麼多商品當中 不知道你們心中 失敗的商品是哪一個呢 雖然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沒有失敗的一天 怎麼會有成功的開始呢 而這些創新的商品 希望大家記在心裡 那最後最後 小編要告訴你們 最最重要的一句話 笑完後 請記得尊重失敗 詞曲 君臨愉悲你 去 如果 编曲 君臨愉悲你 寶愉悲你 寶愉悲你